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决不承认徐州姓奴受到了绑架 监视 性侵二十多年 坚决不查明徐州姓奴的真实身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人说是地方势力的盘踞 民风民情低下 实际也都不是 说到底这是一个税务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生下来就被强制背负了纳税的责任 中国人吃的每一口奶粉 喝的每一口水 用的每一度电 实际在生产流通的环节已经交过税了 在中国纳税就等于交保护费 香港的黑社会就是这么干的 只是说香港的黑社会比中国政府要仁义很多 在香港店铺交了保护费 其他的帮派去打砸抢 收保护费的帮派会主动赔偿商家的损失 而在中国呢 所有的老百姓交了全世界最重的税 却没有得到政府相应的保护 反而受到了收税者的直接迫害 没有收税者的参与 没有政府的腐败 那那些人贩子和强奸犯怎么可能如此的肆无忌惮 派出所又怎么可能把很多已经逃脱的女子 又送回奴隶主家里继续当性奴 试想如果是正常国家的政府遇到这种事情 一定会把买卖人口的嫌疑人一家判刑 同时知情不报的公职人员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个应该是现代人的常识吧 但是中国政府的逻辑啊 跟我们常识截然不同 我们试想如果买卖人口的嫌疑人 也就是所谓的铁连女的丈夫 一旦被抓捕的话 那他强奸生下的八个孩子怎么办 其中七个是未成年人 国家肯定要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 假设每个孩子 政府未来要投入十万元人民币 这个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七个孩子政府开销就是七十万人民币 再加上调查的费用 铁连女的支出 那如果抓捕了这一家的嫌疑人 政府至少要付出一百多万的行政费用 可关键是像铁连女这样的家庭结构 在中国比比皆是啊 中国有九亿多的农民像铁连女这样的性奴 根据被拐卖人口的数据分析 很有可能已经超过百万 如果挨家彻查把所有的嫌疑人全部抓捕 那光未来的抚养费用一项 政府支出可能就要超过几千亿人民币 面对如此大的责任 如此巨大的财务负担 中国政府啊只能选择纵容 甚至是鼓励拐卖人口 因为那些穷苦且娶不上媳妇的老农民 一旦有了家庭 犯罪率还会相应的下降 为了维稳 他们对买人卖人不管不顾 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现状 上百万的性奴没有人解救 反而形成了买人卖人 贿赂官员逃避法律等等一系列 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 应该说啊 这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就连阿富汗的国家电视台 近期都报道了 封县巴哈尔母亲铁链女的事件 塔利班评论员愤怒的谴责 作为女人只要戴好头巾 耳朵脖子都裹颜色 就叫人家上街上转转吗 脖子上双个铁链锁起来 这像什么样子 这简直太残忍了 是的 没错 一向对女性并不友好的塔利班政权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当地的有关部门 中国的打小媒体 相关的妇女组织 一片寂静无声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随后引爆了愤怒的民意 就是我们常说的引起公愤 公愤在现代世界 就是民意的表达 是所有世界级事件的重要推动力 公愤和非理性的民愤并不相同 公愤就是用正常的渠道 表达正常的民众该有的情绪 当然可以问问尔雅 也可以非常愤怒 愤怒是因为民众对有关部门的通报 完全不信任 如果没有民间各种角度的提出质疑 思考 还有千方百计的搜寻 提供各类的证据 想来也不会有现代的效果 2月17日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但是我们开头说了 不要指望他能调查出什么好的结果 因为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在社会学当中 很多学者对社会信任的关注由来已久 众所周知 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 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 前者是对特殊的关系 比如血缘 亲属 熟人 朋友等等 这个之间的信任 而后者系统信任 则是指对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 这个通常来自于对权威的信任 也就是对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 同时也是对专业体系的信任 对知识界的专家系统的信任 对社会规则的信任 对制度 法律的信任 现代社会中 系统信任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并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大陆的系统信任 早就已经崩塌了 目前中国已经陷入了普遍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信任 都已经很落寞 杀熟 凌弱 这种事件在华人圈子都屡见不鲜的 社会的系统信任 像公权力 权威 专家 官媒 司法体系等等 人们更多的常识是腐败 而非信任 那回到封县这个案件 信任危机形成的机制 颇具代表性 首先 一旦说出第一个谎言 就需要十个 一百个谎言来圆 只要欺骗开始 谎言就如同流水一样 顺势而下 无法回头 可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 封县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信任陷阱 如何改变信任危机 这要看公权力如何作为 也要看社会力量 也就是公众能否配合 不过常识告诉我们 撒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顽疾 社会信任的重建 可能因为一两个事件而彻底扭转 再说当今的中国社会 乃至全世界 有几个人还真正信任共产党呢 当然信什么 是大家的自由 我们没有权利干涉 但请想一想 我们对政府的纵容 对邪恶的妥协 是否对得起我们的后代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后代质疑我们 面对邪恶的政府和社会的黑暗 你们为什么保持沉默 我们怎么回答 我们想一想 一直被网友关心的李莹 他出生于1984年7月20日 1996年12月6日 也就是12岁的时候 在小学放学的途中失踪 如果他是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不觉得把他生在这样的社会 愧对于他吗 还有很多的网友关心的李莹 是否就是铁链女本人 这一点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即便是政府也不会承认了 因为在2017年2月20日 南允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已经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申请人梁晓晴 也就是李莹的母亲 向法院提出申请 李莹于1996年走失 家人苦寻未果 至今下落不明 现根据法律规定 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宣告李莹死亡 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 如果哪一个人消失了20年 他是可以申请这个人死亡的 然后关于他的遗产 就可以走直接的法律流程 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 并不是确认李莹是不是铁链女本人 我们能做的 就是强迫这个社会前进 让李莹和铁链女的悲剧 不要在中华大地再次发生 我是平凡 欢迎您点赞评论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